像这些不管是暴力的或者言语 我觉得都应该排除 今天我来参加民国36年228事件 72周年的纪念 心中也是非常的感慨 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 推动相关的平反的工作 各县市还有中央政府都非常的积极 到现在我在法务部长任内 所制定的228事件 赔偿跟处理条例 已经实施差不多完成了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 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遗憾的现象 包括有的人去破坏或者是侮辱 蒋东正总统的同向 也有人跑到这里来 把这个牌子踹倒 像这些不管是暴力的或者言语 我觉得都应该排除 因为我们要记得 228事件面对历史 要救世论世才能是非分明 面对家属必须将心比心 才能够疗伤止痛 最好的办法就是爱与包容 我们希望不论是哪一方 都应该尊重这样的精神 才能够使228事件 真正的获得平反 并且让人民接受 你感觉虚实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